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后 我下了一个结论 说这台小鹏G6是20万级纯电智能的真标杆 但是尽管我遇到了各种穿行的行人 外卖的非机动车 违法停靠的机动车 还是有网友不屑一顾 说你跟这个放学高峰期的这个校园门口相比 那旺京简直就是小儿科 好 还有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 应该就是孩子们放学的高峰期了 而且今天还是周五 我选择了西城区的照灯雨露 一条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非常密集的学区路段 看看这台小鹏G6用NGP模式 还能不能挑战成功 OK 我们刚刚这个路过平安大街的路口 现在正式的进入到照灯雨露 拨两下拨杆 进入到NGP模式 天已经黑了啊 这个咱们一会看看这台车的协同感知能力 以及探测能力到底有没有受损 一会可能会预见的情况是什么 就是接孩子的车辆太多 已经把非机动车道给占满了 所以可能原本要行驶在非机动车道上面这个行人啊 电动车啊 被逼无奈 轻入到机动车道 看看这台小鹏G6自己的避让以及躲闪是不是够及时 路口减速 让行人 这个马路边上现在已经有打着双闪的车了啊 咱们看能不能让过去 打转向灯 自己走 尝试极限变道 没问题 小心那个人 哎 这人我真还跟那儿聊呢 不知道自己违法了呀 兄弟 真的绝呀 这还不是个接孩子的 前边有很多接孩子的已经把路给站上了 前边有好多接孩子的已经把应该是三条还是四条车道 至少已经占了两条机动车道了啊 然后陆陆续续的还有很多这种电动自行车 咱们过了路口以后 现在绿灯了 看看表现怎么样啊 我有点紧张 有点害怕会有鬼探头的情况出现 呃 监测到了有很多临时停号的车辆在打着双闪 我们自己打蹦灯 准备变道超过去 很好 很好 这些感知都非常的准确 成功绕行 可以的 在大晚上 这么黑的一个情况下 有这么多接孩子 成功绕行 啊 这台车确实表现有点出货的意料 之前你们如果说在旺京因为是大白天 视野比较好 比较开阔 光线也很好 那现在怎么说 这真的是已经很晚了 已经是现在是5点 5点37了 不得不佩服 确实我觉得我说的那个结论一点问题都没有 小鹏G6就是20万级 纯电车型里边制驾的真的标杆啊 兄弟们 值得入手 起步 通过路口 这个路口还有一个难点就是它线自己对的不齐啊 我们自己找到了右侧靠右侧的这个车道 还是在绕行 因为先侧到左侧有挺多侵入过来的这个接孩子的电动自行车 就是说大家真的要规避一下这样的操作 挺危险的 而且很多人是不戴头盔的 没问题 通过这个斑马线我们今天的挑战应该就算是成功了 再复盘一下 我先退出到手动驾驶状态 再复盘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挑战 我觉得有几个难点 就是在这个小的路口 因为整个照灯雨路它不是那种相对来讲比较成熟的大的马路 它的横向的这种交叉口有很多都是小胡同 所以其实这个不遵守交通规则的这些电动车呀 讲真还挺多的 大家乱窜的这种情况会比较多 那整个小鹏G6这台车 360度的一个感知都非常的及时 非常的准确 它甚至会预判出来 比如说这个接下来行人会要进行 是左转啊 是执行啊 还是抢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最后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一个避让或者是制动 再到最后到学校门口的时候 因为有大量的这个接孩子的机动车 已经侵入到了这个我们的自己正常行驶的机动车道里边 它也及时的都监测到了 并没有误以为说我是要跟随前车 前车只是在缓行慢行而已 而是它非常清楚的认知到这是停靠在路边的临时停靠的车辆 那我自己要进行一个并线 进行一个绕行 所以总结下来 这台车真的太聪明了 和老司机一毛一样